那我現在講一個小品的東西 像大家很喜歡去日本玩 那我要推薦的是 像我們會去什麼齊富啊 那一帶去高山這樣子去玩 那高山的話大家就會想到說 那什麼黑布麗山 可能冬天去看 春天的時候去看雪壁 然後夏天的時候 可能去看那些百花野草 這樣子很美的山景 可是呢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下了山之後 通常我們都會往高山的老街 去逛一逛 走一走 然後就到飛驼那邊去住一下這樣子 因為那邊有名的就是溫泉 可是有一個地方 它叫做澳飛陀 就是還要再往裡面走一點的山區 它其實有一些秘境的那種 百年溫泉旅館 我要跟大家介紹這一家 它有四百多年的歷史 那這間飯店它很棒的是 我們那時候去 是有史以來第一組台灣客人去的 但是之前沒有任何的台灣人到過 那它是從主要的縣道開進去之後 大約要開兩、三公里左右 那是蓋在山谷的中間 它另外一邊 因為那個山谷是沿著溪這樣子照出來的 所以你進去那飯店裡面 除了說感受到它的古色、古色 他們當地因為會下雪 很冷很冷 所以你看它的傳統建築呢 它的牆壁厚 因為它就要隔絕內外的溫度 那你這裡面就會看到 有像這樣子倒麻糬的表演 然後旁邊還有溫泉水 可以讓你煮溫泉蛋 然後它還有那種戶外的蜜湯 讓你直接面對著山谷 開心的就這樣子直接泡湯 超級棒的 而且其實到了奧飛駝那邊 還有一個優惠 因為它雖然不是三大和牛之一 可是呢 飛駝和牛也是超級有名的 在那邊有很多餐廳 他們都是飛駝牛吃到飽 而且應該不貴吧 不貴 吃到飽大概的價位是 很便宜 很便宜 對 你如果食量夠的話 你好好的吃 你可以從牛的 從它臉頰肉 牛神 一路吃吃到腳牛尾通通都有 現在很棒的地方 就是因為那個台灣人 很喜歡看那個下雪的地方 對不對 然後大家知道這個地方 大家知道吧 白蟲村 對 你知道嗎 折掌村 折掌村 折掌村大家都知道啊 謝謝 喂 你看到我下面還在寫的嗎 有巴士啊 知道 不是 我跟你講 不是啦 因為那個這邊我之前有去過一次 而且是通天非常漂亮 但是呢 通天就是 看一下照片這個非常漂亮 好漂亮喔 這哪裡啊 折掌村呢 漂亮是漂亮 但是現在太多人要去 而且是那個飯店啊什麼都是 訂不到 就是比較擠 所以你就叫我們不要去了嗎 還是可以去喔 很棒 但是就是如果你不想要那麼 人那麼多個地方 好漂亮喔 對 你們還有我是推薦的 京都附近這個 美山丁 對 這裡非常漂亮 而且呢 那個台灣人比較少 然後就是那個 那也長 都長一樣嗎 不一樣 就是有一點像 但是就是他們的建築物 就是長得不太一樣 而且這邊沒那麼擠啦 這個是 美山丁 對 沒錯 他們的方式 比較傳統的日本的方式 是 所以是延時的日本會看得到 然後主要的是這邊那個 清都到這邊有巴士 然後就是每一年 冬天的時候 就是可以直接到這裡 所以非常方便 今年是2018年1月27號開始喔 你到底收觀光局多少錢啊 嗯 沒有 我說真的很棒的地方啦 好 你自己在網查 做資料啦 對對對 背了很久 好啦 背很久啦 何掌春我經紀人去過啊 他說那邊非常的漂亮 然後他就短期之內去了兩次 他說聖誕節的時候去 還滿有感覺的 然後整個下雪啊 那房子很特別啊 對 而且他說晚上其實是滿安靜 然後那邊有很多溫泉 就是那個你剛剛講是聖誕節嘛對不對 當了在快一個禮拜 就是我們跨年的時候 更有感覺 因為那個聖誕節還是就是那個 美國進來的東西嘛 但是就是我們那個 像比較傳統的地方 那個他們的那個什麼廟啊 就是那個 非常有感覺 然後就是變成日本人 就是對快年那個時間就是比較嚴肅 但是感覺就是 回到是正正日本 我覺得是快年那個時候比較好 所以才能看到日本當地的 真的風俗民情 很有感覺啦 那如果裡面還有一個秘情 就是真的沒有人的地方 我可以跟你們說一個 在西班牙 然後這個是西班牙當地人 而且不是西班牙人 是巴斯龍那邊的人 才會知道的 它是這邊 然後你看這個地圖上 你看這麼小 它這個地方 只是這個 這個小丸 這邊而已 它真的是非常小 可是超漂亮 你要進去這個地方 你需要走一點 一條路 是這邊啊 照片裡面 還滿好走的啊 對啊 是好走 這個不是重點 這重點是 這邊 沒有的 要不要講啊 沒有 這個地方 因為它是非常的漂亮 但是真的 不適合全家人 你只是要跟你的女朋友 男朋友去這邊 不是分開 是一起去 請旅去的地方 請旅去的地方 然後再把它推下去嗎 因為這邊 它的那個水是非常的乾淨 然後它的那個 它沒有沙灘 它是這種白色的小石頭 全哥都是 但是我覺得這裡游泳應該滿危險的 沒有沒有不會 那是岩石啊 這一天是因為 因為浪油比較大 可是這邊是 不然是會很適合付錢的 然後 然後 然後你可以從那些 那個石頭 然後那個上面 可以跳到裡面啊 什麼的 但是說真的 你去這邊 你不會看到別人 只有丁多 一兩對情侶 然後很多人 都是去那邊 然後裸體 游泳啊什麼的 我要講的是 意大利的一個 卡布里島 你們有去過嗎 我知道嘛 喬虎住在那邊嘛 什麼東西 喬虎住哪裡 你都知道 卡布里島 就是你去義大利的 索倫多 你要坐一個船 四十五分鐘到卡布里島 那時候我去的時候 我的朋友是建議我十一月去 因為是他們的淡季 然後他們十一月到三月 其實很多的名牌店 還有大的餐廳都不營業 就是都是沒有人的 然後你就可以拍到很多景點照片 都是沒有觀光客 那去那邊多無聊 對啊 你餐廳沒有營業 你吃什麼 沒有 它還是有一些小小的店面 你拍的照片都不會有任何的人 然後真的很漂亮 OK 然後我有一個影片 影片 有影片 都會沒有人 真的耶 好厲害 很漂亮 這我們東北角也很多 這雲好漂亮 然後今年佩甄他們也有去卡布里島 他說那邊真的很美 就是又是不同的義大利的風景 不同 比較 藍洞 對 要講藍洞是不是 可是我跟你講 講講看 藍洞真的要 好 我跟你講 台灣就有藍洞 不要到卡布里去 在哪裡 台灣綠島就有藍洞 來照片偷出來 我這張照片可以打掛你們所有的人 我跟你講 真的嗎 我直接跟你 我跟你講 我看這張 這是在台灣 台灣綠島的藍洞 我跟你講就是有這樣的人 因為我爸看了李佩甄的藍洞的照片 就說 你是這些人 對啊 因為那個藍洞 超漂亮 超漂亮 而且你在裡面 你覺得好像有一個私人 因為他外面有一群的岩石 把浪給擋住了 所以你在裡面 你經過那個路 路徑進去到那個藍洞裡面的時候 它是風平浪靜 它浪不會打進來 所以很安全 可是不是隨性的人也是不要去 因為它非常深 好漂亮哦 它的深度可以到大概8米 10米左右 然後呢 但是這個是一個 我認為綠島非常難得的一個 私密景點 要熟門熟路的人帶去 可是真的不要暑假去哦 因為暑假還是會很多人 是哦 你說那個地方嗎 對 暑假還是會有人 可是沒有什麼人知道啊 有啊 有很多人知道 其實我也有過 很多人 我來過 你都知道 不是說這個 不是綠島 對啊 OK 好 好 反正那個地方 所以你說 連他們幾個都知道的地方 對 他們很常去遇 好啦 不然我們聊一下那張照片 你們有人這樣拍過嗎 沒有嘛 好 那我贏了 你贏了 你贏了這個照片 上一個我看過 這樣拍的是小美人魚 綠島的 連很多的 因為我現在綠島是我最喜歡 在台灣都最喜歡的地方 真的哦 因為你感覺真的不在台灣 很有自由 大家都在騎車 可是沒有穿衣服 也沒有完全貌 然後 你找到你的族人了 一天去 一天去點禮三天 不然可以 這樣想出來好嗎 然後去早上起床 這個早餐 就去潛水 對 然後就回來 可以找一個游泳啊 游泳池可以休息 或啤酒 再去潛水回來 就是這很 超舒服 所以你就是想要找一個地方 讓你可以不穿衣服的 沒有 就是很舒服 而且我認識一個海啊 你泰國或是巴黎漂亮 超漂亮 超漂亮 所以我去泰國潛水 巴黎到潛水 沒有在那邊這麼乾淨 在那邊你可以大概三十四十米 能見渡啦 你們去過蘭嶼了嗎 蘭嶼還沒去 我跟你講蘭嶼要去 蘭嶼底下珊瑚綠島又比 你們現在覺得綠島很漂亮 你們去蘭嶼之後 你們不會想回來 對蘭嶼最可憐 一定不用回來嗎 喂 對 因為像我自己 我承認我是一個沒有那麼愛就是 這個遊山玩水 不是遊山玩水 我有愛遊山玩水 但我沒有那麼愛就是在水裡面的活動 水裡面的活動 可是因為我們上次是因為 為愛發生去蘭嶼 是 去找那個蘭嶼基金會 發現蘭嶼真的太漂亮了 然後而且它是一個地方是真的 很原始 它保存得非常好 然後當地人也不是那麼希望 很多觀光客來 因為它不想被迫 對 所以蘭嶼 尤其是這些人 但是蘭嶼一次去 因為他要坐小飛機嘛 所以一次去的人數 真的也不能太多 可是真的旅到是很方便 就去那邊到太洞 然後就坐船 對 很快 而且那邊就是我們都說 在那邊看那個假照 然後很多人會去台灣 也會去百里島 為了看海龜 可是其實旅到 大家有看到 而且晚上 可以去看星星 你們看這是我拍的 漂亮 漂亮 我們很開心 我們就是在那邊 就是一邊聊天 一邊喝啤酒 我們睡著耶 所以這排是你們 對啊 我們去那邊的時候 因為那個是一個就是 那個靠海邊的一個就是 就是那個很 那個叫什麼 一個cliff 一個段階 山階 然後就是反正就是 因為什麼燈都沒有 就是已經 最近的燈可能 就兩公里之類的 所以都是黑的 然後就是天空全部都是星星 好漂亮 然後我們都躺在那邊 然後聽一點音樂 喝一點酒 然後我們都睡著了 好舒服 然後隔天早上啊 太陽出來的日出 我們就啊 起來了 早上耶 還好哪一天都你沒來 就是不然會猜到他 什麼意思 對不起